大家好,本节看我们来讲解循环的break和continue语句 在循环中,我们可以使用break语句和continue语句 我们先看break语句 break语句可以用来跳出循环 在循环的过程中,我们通常使用一个if判断 当条件满足的时候,就可以使用break语句跳出循环 我们看左边的代码 break语句跳出的是比它最近的一个for循环 紧接着,下一行代码将会执行system.out.print9这个语句 如果是在多重欠套的循环当中 break语句总是跳出最近的一层循环 在左边的代码中,break语句只跳出最内层的for循环 那么它还会接着执行最外层的for循环 continue语句可以提前结束本轮循环 也就是说,当我们使用continue语句的时候 我们结束当前循环,直接进行下一次的循环 在左边的代码中,当我们执行continue语句的时候 它会紧接着执行下一次for循环 注意在下一次for循环之前 for循环会先执行i++这个语句 我们打开clips 首先导入break和continue 我们先看break语句的演示 在循环中,当索引i等于5的时候 我们就调用break语句 因此这个程序执行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计算的是从ns0到ns4 这五个元素的和 我们执行这个程序 我们再看continue语句 在for循环中 当我们判断元素n它是偶数的时候 我们就调用continue语句 因此,这个程序实际上是对所有的奇数求和 我们执行这个程序 我们最后总结一下 break语句可以跳出当前循环 break语句通常配合e4的使用 在满足条件时提前结束循环 break语句总是跳出最近的一层循环 而continue语句可以提前结束本轮循环 continue语句也通常配合e4使用 在条件满足的时候 提前结束本轮循环 直接开始下一次循环